現在已經確定Redmi K30 Pro將於3月24日推出 其新款旗艦產品將包括K30 Pro和K30 Pro變焦版兩款產品 現在隨著該產品離發布時間越來越近 更準確的洩露消息也被曝光 甚至它的增機渲染也被公開可見 接下來我們來快速了解一下 根據報告的圖像可見 由海豹顯示的K30 Pro擁有灰色機身和圓形矩陣後置四攝組成 並且還有公開的K30 Pro鏡頭參數信息 該設備將由後置四顆鏡頭組成 主鏡頭配備6400萬索尼AM4-686傳感器 該手機也可實現最高錄製8K視頻 也就7680x4320的分辨率 還具有雙重OS功能 這意味著它幾乎可以在任何條件下提供穩定的拍攝 後置四攝中甚至還包括一個長焦鏡頭 它能夠實現3倍光學變焦和34倍數碼變焦 另外的兩顆鏡頭規格參數目前不詳 這僅為標準版的鏡頭規格 而K30 Pro變焦版則會提供更強的原色能力 Redmi K30 Pro將會配備高同骁龍865晶片組 這要比早前發布的K30系列性能強不少 但K30唯一優勢是有對120Hz刷新率的加入支持 而K30 Pro遺憾的是僅支持60Hz刷新率 同時該機使用了AMOLED屏幕 此次為了給用戶帶來更好的全面屏實用體驗 它並沒有使用挖孔屏 而是選擇了升降攝像頭解決自拍 經介紹 Redmi K30 Pro已經進行了30萬次屏幕質量測試 另外依照公開洩露的海報還可見 K30 Pro突出的重點是該產品的升降前置鏡頭 並且使用為平面屏 手機的右側則擁有紅色的電源按鈕 Redmi K30 Pro此外還在其中加入了最引人觸目的功能 那就是Game Turbo 3.0 此功能將直接影響Redmi K30 Pro的遊戲性能 並且手機玩家將在這款手機上擁有獨特的遊戲體驗 與此同時還了解到該機還內置了線性馬達 它能將遊戲的震動體驗提升到另一個層面 並且它還會擁有LPDDR5和UFS 3.1的支持 配備4700mAh電池,支持33W的快速充電 目前關於K30 Pro的線路也就這麼多 更多細節還需要留意官方公告 同時該機將於3月24日正式發布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